這個禮拜我們也一樣,就是做路接到 假設我需要把它清除,再輸出公式 所以特別注意,最後再輸出結果 就是不包含公式,這最後的結果 應該可以懂的,我就剛剛一樣 只是說這個更複雜而已 以後不管多複雜 反正你就要掌握最重要的要點 你就照著做,保證不會出錯 因為我在這方法試了蠻多 發現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清除應該沒問題 清除嘛,OK範圍清掉 然後輸出公式 把剛剛的東西又丟過來 不過你會發現公式是非常冗長一串 OK,那要怎麼樣把它變成跟VBA結合 其實也相當簡單 就是我用我之前講的方法 甚至以後你可以把它套用固定的範本 拿來貼上去就好了 OK,有些東西我改一下不就好了 反正不就是那些東西 只是你要知道那個步驟 OK,再來我們就是 入街道,就是不要輸出公式 而是要輸出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必須要在學習 VBA裡面的 多重邏輯判斷 因為它很多嘛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把那個多重邏輯 ECL裡面的那個邏輯 轉變成VBA裡面邏輯 也就是你這邊會的話 另外一邊如果你會的話 那其實就這樣 照著 類似的方法轉不就好了 OK,所以其實有些東西 你就把這個 固定的範本記一下 以後的話照著做就OK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做 所以第一個的話 首先的話我們一樣 其實寫清除最簡單 OK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入街道的底線公式 那我做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這樣 我先把它顛倒來放好了 你先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 什麼 一樣嘛 你就是先打一個 這個sub清除 然後enter一下 它就有了 OK 然後一樣把這個 4i等於第2列 到哪一列呢 一般是Ctrl向下 然後得到是3127 可是問題 你如果每次都要去 這樣子3127的話 那似乎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用追蹤的 什麼要追蹤 一般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我想知道說 那個 這個整個 資料呢 到底最下面的筆數 連續的 特別說這個是連續 如果中間有斷開的話 那就 不算連續範圍 一般是連續的 OK 所以呢 像編號一定是 不可能斷 因為編號一定是要有資料的 一般資料庫裡面就是key key的話絕對不允許沒有資料 所以如果我們追蹤的話 盡量用那個 一定有資料的那一欄 你不要說 找那個 可能會空下來 所以我一般就用 A1好了 那我用什麼 Ctrl向下 Ctrl按住 再向下 它會向下追蹤 OK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常用這個功能 Ctrl向上 Ctrl向左 Ctrl向右 它會自動在這個範圍裡面怎麼樣 自動去追蹤 但是呢 如果你遇到什麼 像這邊 如果假設旁邊是空 它會什麼 它會停 有沒有 它不會跑到 它會 變跨過去而已 OK 所以這個地方 可以用 Ctrl向上下 左右去移動 那我們 可以用一個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追蹤 也就是先把什麼 游標先放在哪裡呢 先放在A1 所以這個Range A1指說 我游標放在裡面 然後呢 E ND AND的話 指的是邊界 有點像按下Ctrl鍵 有沒有 前刮弧 Ctrl鍵呢 有沒有 加上向下的話 那它就是 會有方向 移動到這個範圍的哪個邊界 有沒有 比如我Ctrl向下 那其實在那個VBA裡面 就有一樣的概念 點AND AND的話呢 就是 幫我找到那個範圍的邊界 那刮弧它會自動跳 那個哪個方向啊 我是建議 你用選的 不要用自己打的 那如果向下的話 這XL SL 檔 特別是 之前有同一個自己打 它打成什麼 X1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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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它看起來 幾乎完全 E跟L很像 所以就出錯了 我是建議用選的 保證不會錯 那你刮弧之後 它有個清單讓你選 那你就選 XL D 後刮弧 那這個就等同是 我把優標放A1 Ctrl向下 有沒有 它已經移到最下面了 那你要什麼資料 點 那請你幫我把它 如果我現在已經 Ctrl向下囉 那請你幫我把什麼 把它現在所在的列的這個資料幫我 傳回來的話 3127的話 那我只需要在程式裡面 再加 一個屬性 叫做Raw 你會發現 這邊不是有一個 手 拿一個資料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表示說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 它的 名稱叫屬性 不過 白話意思 你可以把它當資料 就是意思就是 幫我把這個 Raw裡面的資料 幫我拿回來 什麼資料 就是3127這個資料 幫我帶到這邊 來的意思 所以最後的話 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就會放什麼 就是3127 所以2到3127 OK 應該可以懂 邏輯吧 那未來當然你還可以在做什麼變化 就是這個方向 你可以向上 可以向左 可以向右 然後如果是 向左向右 你後面其實可以得到什麼 你不一定點Raw 你可以點Column Column就是 向左得到的話 他是哪一欄 不過他回來是數字給你 有沒有 如果你是向右 向右得到的是 這邊我們應該是向右 應該是到G 所以他會 回來給你的應該是 一個數字 應該會 給你個7 OK 你也可以按照得到那個資料 去做後續處理 所以這邊我們是Raw 所以你就 得到的就是那個 哪一列 所以3127 我們得到 那他這個時候清除 就會什麼 幫我清除到3127列維持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輸出那個什麼 這個公式 到這邊 那我們一樣 輸出公式的話 當然我這邊先不要刪掉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公式 照我之前講的 1 把這一串公式複製 2的話取消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記事本裡面 所以把記事本打開貼上 建議是格式裡面可以自動換 然後這樣折航一下 不然的話底下 看不到 好 那我需要做什麼 編輯什麼 取代 一個什麼 變成兩個 第一件是全部取代 OK 那第二個的話做什麼 把裡面的G2 有沒有 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I 2改成I 可是你會發現有幾個G2 123 4 567 8 9 10個 如果你要改太麻煩了 我建議還是一樣 你先這樣 你就先改一個 這個先改 算號算號 移到中間 M的M的在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記得把M的前後 一個空白 那再來做什麼 把這個G2有沒有 Ctrl H Ctrl H就是取代 把它這個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這個 這樣子 應該沒有 不過有時候不能 就是要看一下 有沒有別的地方 G2是不能取代的 不過看一下好像全部都是要取代的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2有沒有 變成這個嘛 那你就全部取代 比較好 應該沒問題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就兩個規則嘛 一個是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一個是 2變成那個I 串在中間 OK 那其實我這邊是偷懶用 取代的方法 那有一個好處啦 第一個快 第二個 可能也比較不容易犯錯 不然有時候我常常 以前用人工慢慢改 慢慢改 發現怎麼改都還是會發生錯誤 但是用取代的反而比較安全 試試看就知道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其實說真的 這個程式已經相當複雜了 如果你可以一次就做對的話 那 恭喜你表示你應該 真的已經進入狀況了 回去的話可以再找找看你 工作裡面有沒有更複雜的 如果你更複雜的也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你應該會非常有成就感 這麼這麼 說真的啊 一般人來看 光看這個 一頭霧水 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如果你也可以做對的話 所以我把剛剛那一串 貼到那個這個 這個裡面 所以這一串我先把它刪掉 原來這樣對不對 留一個雙以後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不過一次要貼對也不容易 看一下 移開 請問不要是紅色字 沒有 那應該就對了一半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執行看看 再來我就把它 這個清除 清除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個比較關鍵 輸出 OK 看到了 有沒有 沒有問題 只是說啦 你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個取代的步驟 那個取代步驟我再講一遍 然後 1有沒有 複製取消 貼過來的時候 1先 怎麼一個變兩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 2的話呢 就是把G2有沒有 取代成這個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一個 再去把所有的G2放這邊 然後全部取代 OK 再貼過去 應該就沒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 然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麼長一串 說真的 放在那個 VBA裡面 那如果說我想要把它改成 用VBA來敘述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就順便學一下 就是 邏輯判斷 在那個 我們上禮拜其實也有講到邏輯判斷了 不過那個邏輯判斷比較簡單的 就是IF 頂多好像有講到L 那待會的那個邏輯判斷 就不只是一個 一個IF 而已 還有 多好幾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像什麼 先找0 再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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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試試看